在金日總質詢中 縣運員王彩雲 針對埔里微型園區 浮興溫泉區 土地還有許多衛標售出去 希望相關單位能夠考慮 將土地分割成小塊 方便在地企業購買 幫助地方的發展 阿有什麼辦法 這樣不可以再分割比較小塊 現在都沒有大集團 都是中小企業 你覺得土地的都分割 要很快來做 不然你照相 你如果看我們要入多少人是在那 要繁榮地方 這是館長的一個很德政在埔里 他來完成的 這都是李縣長的手要來完成 真不簡單 希望在他的陣營來 我會看到溫泉區 有遊客來到這裡 看到微型工廠 有人來參觀 做生意有賺錢 縣議員李周中則針對草屯九九峰開發問題 希望縣長以及縣府團隊 能夠儘速來規劃 讓在地能夠發展起來 進而帶動觀光產業的發展 可能舊上目前要有困難 要沒有人來投票 我聽廚長王處長的說明 管長有意思要自己開發 我聽得很開心 以管長你的負責 以管長你的評論 以你的創作的能力 我相信一定有一種的作為 在你下層以前 還要三年外來 操縱這個重大 這個九九峰文化園區 一定會成功 一定帶動我們操縱 經國的歡迎 在今日的議程中 縣議員王彩雲以及李周中 針對縣內觀光發展問題 分別提出建言 也希望縣府相關單位能夠重視 讓觀光發展規劃能夠更加完善 幫助南投縣觀光產業能夠蓬勃發展 記者陳偉一 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